在四川省的西部 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类型的美景 它属于青藏高原的一部分 横断山脉在这里纵横 极大的海拔高叉 给这里带来了无与伦比的风景 有这么一条路线 串联了川藏南北线 以及格涅环线 全车2000公里左右 观景大道与越野体验 尖背 途径湖泊 雪山 草原 峡谷 带你纵览川西盛景 体验四川之美 接下来我们开始出发 首先来到起点 成都市第一站 我们将要从成都驶往卢定 全程230余公里 我们将要由成都平原驶向横断山区 首先沿着公路向西南方向前行 我们将途经第一站 宇城雅安 它坐落在青衣江之畔 是四川盆地进入青藏高原的门户 从这里开始 我们将要驶入山区 离开雅安 我们一路向西前行 在不远的地方 我们将途经二郎山 海拔3400余米 此山已同隧道 在这里急目远眺 远处横断山的雪峰 也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翻越此山之后 我们便进入了横断山区 首先迎接我们的是 大渡河河谷 也是我们沿途的第二站 卢定 海拔1300余米 大渡乔恒铁索寒 飞夺卢定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 我们的先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离开卢定 我们继续前行 实往下一站 这一次 我们将从河谷驶向高原 从卢定到 聚骑88公里的折多山 短时间内海拔将急剧上升近3000米 从卢定出发绕过眼前 这座雪山 我们便来到沿途第三站 甘孜丧足自治州首府 康定 海拔2500余米 以首康定情歌名阳五周 溜溜的河水穿城而过 雪山下这座浪漫的小城 承载了无数动人的传说 过了康定就要进入高海拔地区 你可以在这里暂时休整补给 离开康定 我们继续前行 接下来迎接我们的 将是长距离的爬坡 此时此刻 我们已经进入了折多山 峰回路转之后 我们来到折多山压口 这里海拔4200余米 折多在藏语中意味着曲折 而此山弯道极多 果然是名副其实 过了折多山压口不远的地方 向右此前行可抵达康定机场 而康定机场又是一个 绝佳的观景平台 这里海拔4200余米 扭头回望 蜀山之王贡嘎山 将出现在你的视野之中 在这里观景 视野极其辽阔 并且十分容易到达 是沿途绝佳的观景平台之一 离开贡嘎机场 我们返回主路 这一次我们将从折多山 十瓦雅龙江畔的雅江 全征105公里 翻越折多山之后 我们也算真正进入了高原地区 在这里避免剧烈运动景 防缺氧 海拔较高气温降低 注意天家衣物 我们沿着河谷一路前行 在夏季的河谷 绿意盎然 农天与草原相间 高原的白云 低得似乎触手可及 在前方不远的地方 抵达下一站 新都桥 海拔3400余米 在秋季这里是摄影师的天堂 其实也别有一番风味 离开新都桥之后 我们继续前行 这里是高尔四山 海拔4600余米 此山虽同隧道 但其山顶的老路 被称为云上观景平台 从这里可去往黑石城 站在山顶向东远跳 穿西雪峰尽收眼底 在这里坐看云卷云书 感受天地广阔辽远 离开高尔四山 我们沿着主路继续前行 沿着山市盘旋而下 在中途有一个插路口 实向右侧的山巅 可抵达帕姆岭 这是一小段 难度不算太大的非铺装路面 需要一个小时抵达山顶 在这里你可以简单体验 越野的驾驶感受 在山顶是一大块平地 藏着一片宏伟的庙宇 也十分值得一看 我们继续前行 来到亚龙江畔 这里是亚江海拔2640米 是沿途为数不多 海拔较低的修整补习点之一 过了亚江之后 我们又要继续爬升 从海拔2000多米 再一次上升至4000余米 这一次我们将从亚江 抵达礼塘 全程135公里 也是全程的江华路段之一 离开亚江 我们继续前行 途经天路18弯 一路盘旋而上 抵达海拔4000余米的简泽湾山 在这里的观景平台 扭头回望 久取回长的公路 与冷山林相互辉映 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过了简泽湾山之后 迎接我们的将是 连绵不断的高山草店 酷似新疆一离之久 连绵不断的山丘 与蓝天白云咫之遥 让你仿佛置身于云天之上 往前继续前行 来到卡兹拉山 此刻海拔已经4700余米 草场也更加开阔起来 山势也更加平坦 公路一直从脚下延伸至天际 让你时刻行走在云端 过了卡兹拉山 一路草原相伴向南前行 我们将要抵达下一站礼塘 这里海拔4000米左右 也因为较高的海拔 被誉为世界高城 身体素质较差的朋友 不适宜在这里修整补给 但这里是我们本次线路中 隔练环线的起点 从礼塘出发 不经毛鸭草原紫媚湖 和涅之眼等热门景点返回礼塘 从巴塘到和涅之眼路况较差 非硬派越车不建议前往 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 离开礼塘 我们沿着河谷一路溯源而上 往前行进一段距离之后 来到一片开阔的谷地 这里是毛鸭大草原 海拔4000余米 公路在草原的边缘穿行而过 这里可谓是出手可得的美景 在七八月份这里更是花的海洋 各色的鲜花在这里盛放 美得让人流连忘返 离开毛鸭大草原 我们将翻越海子山 在这里分布着如视频所示的 成千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湖泊 这里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冰川遗迹 而这些湖泊就是冰川遗留下来的产物 翻越海子山之后 姊妹湖将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像两颗蓝宝石一样 镶嵌在海子山的脚下 这里也是时下热门打卡景点之一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季节 它都能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活了姊妹湖之后 我们将顺着山市盘旋而下 在中途有一个岔路口向右侧前行 可去往错谱沟 一个深藏于海子山背后的秘境 沿着视频中右侧的线路 我们将直接来到错谱沟的尽头 你可以看到一个湖泊静静坐落在深山脚下 这里的景色完全不属于沿途任何一个湖泊 但它并非位于主路之旁 很长一段时间都藏在深归之中 我们返回刚刚的岔路口 沿着主路继续前行 金沙江峡谷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现在看到的是 活于峡谷中的巴塘县海拔辆5000余米 你可以在这里修整补给 接下来我们将调转方向 向东边的格涅神山行进 也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越野穿越路端 一段爬升之后 我们来到第一个压口 渣瓦拉压口海拔5010米 极高的海拔 对人体和车辆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翻越压口之后 我们来到定曲河谷 活于定曲河谷中的波密箱海拔3500余米 在夏季河谷中的景色也是异常迷人 紧接着我们又要迎来再一次爬升 远处格涅神山的身影也越来越近 前方我们将抵达老者龙八压口 海拔4800余米 远处格涅神山的身影也映入我们的眼帘 翻越压口我们继续前行 此刻我们已经来到格涅神山的脚下 由去排列开来的神山 每一座都高总入云 它们密集地分布在这一小片区域 在这高原之上显得格外壮观 而深藏在山谷中的冷谷寺 也为这里点缀了一些烟火气息 我们沿着神山继续前行 在前方不远的地方 便是格涅神山达卡地之一 这里是被称作格涅之眼的地方 在雨水丰沛的季节 光线较好的时候 这里的风景绝对算得上独一无二 俯瞰就像大地的眼睛 镶嵌在草原之上 过了格涅之眼 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将返回格涅环线的起点 礼塘县 从这里开启我们下一段旅程 这一次我们将要从礼塘县 石巷道府县全程300余公里 前方又将有不一样的景致在等待着我们 离开礼塘县 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沿着河谷一路而下 在不远前方公路的左手边 山坳之中藏着一处湖泊 错卡湖 海拔3800余米 从主路到这里大约需要一小时的车程 行程比较艰险 需要谨慎驾驶 从视频的角度观赏它 湖泊似乎悬挂在半空中 在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 在庙宇与植被的点缀之下 这里又显得庄严肃母 离开错卡湖 我们沿着河谷继续前行 前方不远处 由近乎一半的城镇都分布在峡谷中的江河之畔 您可以在这里修整补济 离开新龙县 我们继续前行 在峡谷之中继续穿梭摆荡 也将抵达我们的下一站 这里是拉日马草原海拔3700余米 它是中国六大最美草原之一 在丧羽中以为神仙居住的地方 除了连连起伏的牧场 这里高山上的村落也是一道独有的风光 我们继续前行 在前方中泥乡附近 沿着河谷畔陡峭的崖壁 我们将在飞铺庄的路段上行进 这里的路基较窄 道路状况较为复杂 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 我们沿着山谷继续行进 下一站我们将抵达道福县 这里海拔3000米左右 道福的民居是一大特色 在这里的民居 雕梁画洞富丽堂皇 在藏式民居中显得格外精致 离开道福县 我们将开启下一段旅程 这一次我们将从道福县驶往阿坝 全程300余公里 中途将有一些越野穿越路段 不建议轿车通行 可以直接导航选择备选路段 首先离开道福县 我们将翻越其背后海拔 4600余米的白日山压口 向北克远望下枪拉雪山 翻越压口之后 我们将沿着山谷一路盘旋而下 往前不远的地方到达玉科草原 玉科草原面积大而平坦 在两侧山体的滚位之下 这里精致的像一个盆景 也可以在这里 与草原上的土拨鼠 来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离开玉科草原 我们将沿着河谷继续先行 翻越一座丫口之后 来到视频中的雪山之巅 在这里也藏匿着两个绝美的湖泊 情人海和牛肝马沸海 景色口味是相当迷人 但是这里路况较差 开车行驶一定要注意安全 离开这里我们继续前行 前方我们将抵达阿坝县 海拔2600余米 也是一座藏在草原中的城镇 您可以在这里修整补给 离开阿坝县之后 我们将开启下一段旅程 途经米亚罗碧鹏沟 逃平枪寨等著名景区 抵达终点成都 全程400余公里 首先我们将途经浙谷山 此山已通隧道 无需翻山越岭 山体虽然不起眼 但翻越之后 我们将不再途经高海拔地区 火了浙谷山不远的地方 便是米亚罗 这里是我国最大的红叶林区 秋天才是它的高光时刻 但下期这里林木 也是郁郁葱葱 我们沿着河谷继续前行 下一站我们将抵达碧鹏沟 从山顶到山脚 海拔相差3000余米 也使得这里景观十分丰富 它也是成都周边游玩的必去之地 离开碧鹏沟 我们继续前行 在不远的前方是陶平枪寨 海拔1500米左右 在这里密布着枪足碉楼 感受最纯正的枪足文化 离开陶平枪寨 我们来到明江之盼 这里是汶川 从这里我们沿着明江顺流而下 再往前行进百余公里 我们就将要驶出山区 进入四川盆地 途经应秀独江宴抵达成都 以上便是为大家规划的川西环线 鱼机外出注意驾驶安全 健康文明出行